LCK次级联赛又除黄币,DWG现已连胜时场在今年LCK次级联赛中大家的目光,都被全胜战季晋级LCK的GF吸引了,却忽略了春季赛常规赛B20D AM00N Gaming DWG当时他们也仅仅输了三场而已。 而在今年LCK次级联赛夏季赛中,DWG已是场全胜战季奥领群雄,如果没太多意外的话,DWG很有可能将参加到今年LCK升降级赛中,与BBQ MVP和PHC其中之一争夺晋级名额。 虽然去年LCK次级联赛冷不敌LCK无缘升降季赛,但是今年他们依旧在次级联赛掌控雷电,十大场下来也只输了一小场。 请不吝点赛